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 来到北港公路上的罗浮 来一场疗愈人心的温泉之旅吧 我们今天很荣幸 请到我们这边温泉的管理大哥 来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特色吧 你好 大家好我是罗浮温泉的在地导览员小田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罗浮温泉的一些特色 我们有从小屋来的干净的吸水 引流进我们罗浮温泉的冷水池 可以供大家使用 我们罗浮温泉的泉子是碳酸吸纳泉 然后这是我们的SPA池 我们SPA池的设施有气泡床 脚底按摩 还有臀部按摩 背部按摩等设施 可以让大家在工作忙碌之余 可以来我们罗浮温泉放松身心 这是我们的赏景池 然后我们罗浮温泉的温度 大概就是分布在38到44度 然后民众他可以自己 就自由去选择说他想要泡 怎么样的温度 然后我们在赏景池在泡的时候呢 不仅身体能够想到 我们罗浮温泉舒服的温泉以外 我们的眼睛呢 往远方眺望我们又可以看到 我们桃园美丽的擦天山泉 泡完罗浮温泉之后呢 也可以到附近的景点走走 像是罗浮桥或者是异星吊桥 都是拍摄风景大片的很好的场所 那现在带大家来到的是异星吊桥 这边呢有着像日本京都蓝山的竹林风景 也有清澈缠缠的溪水 那在拍摄吊桥的部分呢 我们除了可以拍摄 像是远方的山跟河流中间这样子的层次 跟绵延的堆叠感之外 其实也不妨可以尝试看看 在桥梁上面去做出一个延伸感的效果 那我们就是透过桥梁的钢索等等的构造物 让他们在画面上延伸到无穷远处 这样子一个透视法的构图呢 可以让画面更有一种 动态往前的一种错觉的感觉 我们现在呢来到罗浮温泉附近的小屋来天空步道 那这边呢有非常磅礴的瀑布景观 那通常要拍摄这样子水流的画面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特别设定的话 一般的快门速度呢 通常会拍到比较水流的瞬间的感觉 那如果呢 能够把快门速度降到20分之1秒 甚至30分之1秒的话呢 倚靠在栏杆上拍摄 那么呢 就可以带到比较多水流的流动的感觉 那如果用比较慢速的快门在拍摄的时候呢 会建议用比较小的光圈 譬如说24或22 来避免画面中一些比较亮部的地方呢 会产生过曝的状况 在拍摄水流的过程中 我比较重视快门 透过快门速度的调整 比较难够拍摄到水流的不同面貌 就跟生活很像 唯有保持从而的心 才能获得更自在的人生 感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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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